而且肯東剛那時候有說 他其實這麼多前女友裡面 就是小嫻最難拔 對 我必須說他那時候還沒走紅 還不是那種可能電影咖的時候 他就當過飯局妹 就是真的是有一些 In and out 對對對 然後翻手之後又開始 又開始在 就是你知道 續FM 欸這個是合法可以吃的嗎 他的感覺 也太豐富了吧 他其實非常豐富 而且他是全球化的 歡迎來到娛樂有意思的 聊八卦 好啦這個節目今天是首集啦 然後我請到一個重量級來賓 因為我敲不到其他的大咖 所以我就請到了一個重量級來賓 就是我們 15年資深記者好不好 他在電視圈打滾了15年 就是見多世光 但因為就是 我一向就是以那個隱形 為人生的追求 所以你確定 公司可以接受Nobody 當你的來賓嗎 我會請這個Nobody 哪個原因 就是因為我們公司 沒有給就是藝人的車碼費 我們的話 都可以在Google上面 Google到啦 只是說 我們就是幫大家做懶人包 就是大家不用查 然後可以 你知道就是有時候 大家就看 愛看藝人的八卦 就可以稍微 對 你們就可以開著我們的影片 然後吃飯 15飯 對對對 就是梁鶴群在 就是友台的一個節目 就有請到了 一個傳說中的CP 就是金剛跟小嫻 對 然後那時候小嫻就是 嫌政烈 那時候鬧得沸沸揚揚的 後來他們結束了婚姻 你知道大概 其實那時候我也蠻關注的 因為那時候我覺得 他們就是 關注很搭 我必須說他們就是兩個很搭 然後形象也很符合 而且還一起創業 然後最後就是反正就鬧出 非常多那個 就是那種不能生啊 什麼之類 我覺得回過頭來 我們應該要聊金剛這樣 因為其實金剛 我對他的印象就是 麻辣先是金剛 我記得他 我 麻辣先是那邊還好 但我覺得他在香港那段蠻豐富 而且他其實在香港蠻多負面的 而且其實金剛他有上過社會新聞 因為那時候我跑社會線 然後那種就是金剛就是他那時候就是有 捲入一場槍擊案 酒店 酒店槍擊案 對 他其實就是 我覺得他一直游走在 黑牌之間 就你會覺得 你會覺得這個人感覺好像有一陣子就是 一直出現難道負面新聞 對 然後不然沒出現的時候 你就會覺得他是不是消失在演藝圈 但他其實一直都在 他一直都在 他一直都在 他沒有離開 沒離開 沒離開啦 他一直都在 後來他還跑到香港發展10年 而且我覺得他很酷的是 我為什麼說他擁有在黑白兩道之間 就是我的印象裡面 是因為他後來他在香港 他其實跟朋友 是有合資開水果批發的 那你知道水果批發 這種沒有認識一些 逃 那有辦法 他在香港交了蠻多女朋友的 怎麼這麼厲害啊 就是金剛他其實在香港發展的時候 他其實有承認過一個女朋友是陳薇蕊 但是他 陳薇蕊 薇蕊姐我不是那麼的熟 但是Mandy Leo這個真的是很值得來講一下 總之就是 那在西米華之前呢 金剛是有追求過這個Mandy的 後來就是 人家Mandy的智不在金剛嗎 他的智 是在更 就是屬於 金字塔那一塔 沒錯 金剛他其實女人員非常好 原因是因為 他是一個非常貼心的一個人 比方說 那時候他在追求Mandy的時候 他就是常會幫Mandy提行李箱 他們去錄一些外景節目什麼的 對 對 就服務很周到 他是暖男型的 暖男型 就是他不是靠外表取勝 但是就是靠一些小貼心的動作 比方說 後來他 我們都知道他跟饒舌歌手 就是我們的梁云菲在一起 對 然後他們那時候愛得非常高調 就梁云菲經常會在IG上面 曬他們的那個 就是閃照 對對對 然後梁云菲那時候就有說 他其實跟金剛在一起 他從來沒有自己洗過頭髮跟吹過頭髮 因為金剛都會幫他打理得好好的 欸其實我不懂是怎樣 怎樣 我不能接受男生幫我吹頭髮這件事 因為他們懂屁啊 欸這可以講嗎 可以啊 對 就是 他就把我吹乾 那我還要在這間那邊 我不行 而且梁云菲那時候有說 他其實 這麼多前女友裡面 就是小閑姐 對 小閑姐是一個蠻保守的女生 所以你要擄護他的芳心 你真的要下足功課 反正後來他們分手之後 梁云菲其實就有說 就是有一點點是 指責男方啦 梁云菲說是他先提分手 所以他覺得在金剛 跟金剛一起談戀愛 他覺得他自己是寵物 因為金剛就是把他照顧得太好 讓他會那種沒有自由感 然後管中管西的 那我覺得就是 到底想要怎樣 對 到底想怎樣啊 就是一個男的像工具人一樣 就是任你拆遣 然後你又不滿意 然後就覺得 我知道他想要那種很難駕馭的男生 然後當很難駕馭 當他決定要走的時候 他又不爽了 金剛就是也是去屏東聊商 因為他還喜歡潛水 然後就去屏東 然後剛好遇到小嫻 然後結果沒有到他們兩個人的潛水教練 又是同一個 然後就有點這樣子牽上線 然後馬上就高調 興趣相同 對 馬上就高調認愛 然後那時候梁云菲就是 覺得 你怎麼那麼快就愛上別人 然後他就其實也有在網路上發一些文說 然後他覺得他沒有辦法祝福他們 那我覺得其實 只要不是無縫結果 我都覺得還好 不然想怎樣 其實我覺得分手四個月 欸這樣你會讓我想到 愛的方向 裡面他沒有台詞 你要半年後 你才可以交信任你的朋友意 證明說 就是你是在哀悼我們這段戀情 所以半年才可以 對 然後梁云菲為了這件事情 他其實就是內分泌失調 然後大漲痘痘 然後就是 就是之前梁云菲會吃那個FM2 就是你知道強姦藥 為什麼 因為他就睡眠上有問題 然後分手之後又開始去 又開始在 就是你知道 續FM2 欸這個是合法可以吃的嗎 不知道欸 反正他自己在 他自己有承認 他在Instagram上面的動態有講 對他就後來 應該也是醫師有開藥給他啦 他自己提分手的啊 蛤 我不知道欸 可是後來梁云菲他在 這個月 就是一月份 今年 他就是有承認說 他現在跟 他一個導演男友在一起 對 所以他其實也是 馬上 之類的 對啊 不知道啦 就你可以做 然後別人不能做的概念 欸不要告我 小錢真的蠻正 喝手真的也很帥 然後中間那個張勳菊 我覺得也是帥哥 然後 楊云菲也是 也算美 就算沒有美 只要有蠟身才好 孫協志也算帥 嗯 算吧 對啊 孫協志我今天想過他 金剛 我給他的結論就是 我不懂 年紀五字頭的張曼玉 他被一個香港DJ 就是之前爆料傳出說 其實他在 剛出道就是他還沒有走紅的時候 必須說他那時候還沒走紅 還不是那種就是可能電影咖的時候 他就當過飯局妹 嗯 然後那時候他們 當年飯局妹的行情 而且那個飯局妹就是 純吃飯喔大家不要想太多 不要想太奇色 就純吃飯 大概是 三千多塊的港幣 大概換算台幣大概一萬多 一萬多 就是吃個飯 就真的就是陪富商吃飯 然後張曼玉那時候抽四千 然後六千塊就是給他 就是介紹的人 對 當中間費這樣子 嗯 對 但其實 其實你知道 因為我身邊 因為我很喜歡追蹤一些網紅 嗯 然後那些網紅就是人氣可能 你小偶人氣有一點小聲量 然後他們每天都可以去那種很厲害 什麼就韓社艾美啊 或什麼這些吃飯 然後去一些很昂貴的餐廳 對 吃什麼分子料理啊 對 你今天很棒 很多人不是都說那種網紅 如果你追蹤 如果你有在追蹤網紅 然後你看他很常 就是他分享的生活 都是只有他一個人 然後都always一直在換名牌包 嗯 然後就是他的 就是都是吃一些高級料理 而且都只有他一個人入境 那種 十之八九 就是有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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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每個月都領就是價價試試 我沒有辦法 我都沒有辦法 我沒有辦法一直換名牌包 我也沒有辦法一直去吃好料 通常沒有回應就是事實的人 應該是假的 因為如果不是事實 他就會 例如說會透過經濟公司 都出來說什麼 對就是一派朋友 就是 不是他就會說 保留法律追溯權 對對對 但其實那個DJ有說 他是飯局沒有說 但是 他沒有賠到那個 那個程度去 對對對 然後我要說的是張曼玉他真的是一個 很 你看他在事業上面這麼 這麼如沐春風 但是他其實在感情上 真的是屢戰屢敗 他的感情 他的感情 他其實也太豐富了吧 而且他是全球化的 他是全球化 他是全球化 老外或是 就是他們自己香港的熱權 他都 都有傳 他跟英國籍的在一起 德國籍 法國 法國籍 他有結婚的是法籍 法籍 三年 結三年就離了 對對對 然後還有就是 梁朝偉 梁朝偉 那張照片你記不記得 梁朝偉一邊簽著 一邊簽一個 一邊簽著張曼玉 一邊簽著那個劉嘉玲 我現在講的是我聽到的 就是某一個髮型師 因為他可能常常會幫這些模特兒 做一些造型 所以他可能就是有在接這樣的東西 然後他就會說 某某富商 接不接 然後行情 金額我有點忘了 總之就是他們的交易地點 都是在那種什麼 就是 五星飯店 然後模特兒就是 直接到飯店等 就是真的是有一些 In and out 對對對 就什麼大學生的沒那種 就是剛好出來那種小大學生 然後他就有接嗎 他就演 而且他現在還活躍在現在的演藝圈 他的行情是多少 他跟行情大概30萬 過夜嗎 過夜30萬 我必須說過夜30萬有點少 你瘋了 所以我們要繼續聊飯局妹嗎 還是我們要換下一題了 換下一題了 你還有料嗎 拿出來講 沒有啊 我想說我的資料已經 料庫已經整個 對已經run的差不多了 我想說你再聊下去 我可能會你知道 口雞 希望沒有太無聊 OK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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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我的男朋友喔 他的朋友 有些只是會花錢 就是買春的那一種 你男朋友的朋友 有同意你說 但我不管我就要說 然後那時候就是 反正就是那時候 就聊天的時候 然後他就開我家耶 他就是 就是我就說 那那 因為我還蠻聊天啊 然後我就說 那你覺得我大概多少錢 可以買我一碗 然後他就說 大概八千 然後然後我 他就說 他就說小魔等級 大概八千 然後後來就 轉身之後 我男友居然跟我說 欸我覺得他有點太 看得起你的 我以為你男友是轉頭之後 就被生氣 結果不是耶 他覺得太貴 他覺得太貴